就是在这个地方大家记住 先进炮和先飞向完全不一样啊 先进炮你的拱中兵 中兵拱起来之后就不要再去压马了 记住吗 好好先生 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啊 感谢良贤矿业送的礼花筒啊 向南进步 马八进七 他这个时候呢 有三种阵型可以转换啊 马西六 炮八瓶九 不是 不是我们就压住 炮二进四 这个时候不要再拱中兵了啊 再拱中兵的G1瓶子卡冰向 拱三兵 拱掉 吃掉 七码就形成了 然后进炮 进炮这部鞋必走的 否则打G 是不是 这是一个布局的基本定式 在此呢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呢 这个冲冰是必走之步 大家一定要记住哦 因为他这个G8G8很厉害啊 如果说你要是不拱啊 打比方说你跳马 准备上去的话 那他立刻点你 那这个平局吃抵士就很麻烦 不过鞋马就害怕抵士受攻 你在网上跳的话呢 他平均先吃一部试 让你补一个试 然后再平均吃相 是不是 你炮也跟不住 他可以平足打你 所以说这个棋呢 不能不能跳马 来不及 得赶紧冲中兵 兵武精英 冲中兵的目的就是要牵制对手 赶走过河足 是不是 为我们这个出马呢 做好准备 如果说你要是平足 你看我马就可以跳下去 对吧 你的炮还得躲 你再躲 我G9G1 下部就可以抓死你的炮 这样黑方就什么攻势都没了 这都是我们之前下过的棋 另外这个棋 你再点局是不行的 是吧 你再点局 大家注意看 你压我的马 我推炮打你 先打你一步 是不是 你还得推局保 你再推一步 我给你吃了 吃 当你再平均 我马五进三 对吧 所以说这个棋呢 他还不能着急一点 他还是得推局保兵 道理差不多 他实战中呢 是直接走了一个G8进6 这是实战 打兵这个棋 比这个G8进6呢 要攻击力强一些 这里面的变化很复杂 比这个进局呢 要好很多 那这个打兵什么意思呢 他第一个把炮打过来 成底炮 看到没 这个炮的位置很好 你不敢吃足啊 你吃足足成底炮 打你试你怎么办 试一打退炮将 这要夹局炮 你马不敢上啊 你一上打向一将 点一将 点死了 所以这个兵不敢动他 不敢动怎么办呢 就只能炮平衣 这路变化比较复杂 他只能进局保住 我们还是拱兵 这部兵一定要拱 这是关键 下不了进局 牵住他 这个牵住他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马五进三就可以上去 窩心马可以上去的 是不是 这是防守关键器 他得走一个G平二牵住我 我G九进三牵住他 他得走G二进四 准备G二平六 供我的底势 是目前来看 他唯一的能走的气 这个得黑方 每一步骑走的走队才行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得平个鞭炮 摆脱牵住 因为他马要抓了 是不是 他抓我的话 我就马五进三踢上去 正好这个马可以上去 你不敢拱啊 拱持局 现在登的炮呢 炮只能躲一步 躲一步呢 我得先飞个向 到这个地方呢 大家记住 黑方有一步好骑 对红方极具考验 这步骑你要如果应对不好 很容易被黑方呢 给突破进去 尽管从目前看起来 我们的阵型比较坚固 是不是 好像没什么骑了 可是呢 他这个双鞠双炮 足五个子啊 仍然有很大的冲击力 他只要G六进四 大家注意看 就是在这个局面下的一步 非常有考验的骑 我们之前就下过 起鞠肯定不行啊 起鞠的话白痴啊 这步骑你要应对不好 接下来就坏菜了 他这个进鞠什么意思呢 他下步骑啊 有暗藏G八进二 打你的鞠 然后在G八平七 抠你相吃你试的手段 看到吗 是不是 G八进二 G八平七 吃底试吃相 这个非常厉害啊 那这个骑怎么应对呢 你现在你不能登啊 你登师底试啊 你也不能补试啊 你补试扔你鞠啊 再打鞠打门弓啊 洪方语招炮酒不离 这步骑你只要走出来 就没有事情了 但是接下来呢 黑方还有招数 那这个推炮呢 可以限制黑方进鞠 对不对 你现在陈鞠没有用了 陈鞠给你白白登掉了 对吧 你打一架我补试 这就肯定没有用了 所以说他只能走一招什么呢 G六平三 抓马 不然的话我下部就要等 不是了 下部就可以补了 你再陈鞠呢 我将来可以马三退一 对吧 有这么招数 或者是打鞭组 所以说这个骑呢 他抓马 就对洪方有很大的考验 这个地方洪方得应对啊 应不对就麻烦了 这马还不敢轻易的跳啊 轻易的跳的话呢 他一会儿有这个 G八经营的手段 这个G八经营很厉害 是不是 吃你的鞭炮 打你的G 你这个炮就要丢 你不敢动 那这个时候 红方怎么走呢 走一招 灯炮 必须得换掉了 换炮这部棋 还是有一个好棋 他必须得走出来 你要用G吃力和就输 灯炮 这就没棋了 是不是 被牵死了 听不听不懂啊 有能听懂的 你要用炮打 这就没机会了 是不是 底炮没了 他有一招G八经营 这两个棋极为关键 就是说你 如果要是黑棋精通 这个开局的话 这些棋全都走出来啊 他就能得惠世子 得惠世子这个棋呢 红方稍战优势 但是呢 黑帮人要亏一点 但是这个地方 对红方考验极大 你这一般的 不是专业的 你根本就闷 那别说是业余的 专业的有个东西 弄不懂啊 是不是 这吃相很厉害啊 看到没 吃相非常厉害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只能打边族 吃 这全是官子 你走错一步都要崩 打边族 打你的炮 像他不敢吃 吃了回马 正好守住他 这打着胖子 看到吗 你不敢打 打废局啊 你不敢吃 那就黑方 只能把炮给打掉 吃 打掉之后 现在还吃着马呢 对吧 这边要退去几死马呀 那所以红方就得弃子了 不能要了 要不然的话 退局抓死马 吃 然后黑方再把马吃了 得惠世子 这是最正确的下法 全部都走队 也是红旗 稍战优势 然后马一天踢上去 黑方的三个马不活 下路呢 我去九平八 还是红旗好走 但是这个旗呢 要想迎旗啊 可能还得需要点过程 但是肯定是黑方 处于下风 不过这一段走法 如果说你要是 有一步走不对 那你就马上就躺下 这是肯定的 就算你全部都走对 你这个旗呢 也是不好下 对吧 当然复杂了 不复杂的话 谁走啊 是不是 可是我们走起马局的 这些朋友们呢 他研究的太浅了 太浅了 只懂前面这前十几步 后面这十几步都不太熟悉 回头呢 我给大家做成客奖 给大家